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带大家吃瓜了 据传闻 白鹿罗芸汐已偷偷领证 小鱼磕的CP成真的了吗 这段时间的娱乐圈非常热闹 给很多网友也带来了不少欢乐 真真假假的绯闻一大堆 但是偏偏集中在了同一天 各位明星更是为了自己的绯闻辟谣跑断腿 其中被造谣最多的 莫过于明星之间的感情归宿 比如杨幂和魏大薰领证 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之类 但这两个听上去就是假的 让人感觉一真一假的是白鹿和罗芸汐的绯闻 两人因为合作电视剧 半是蜜糖半是商获得极高的关注度 关于被传领证结婚 罗芸汐的后援会也及时回应 称假的 实际上 罗芸汐和白鹿之间的绯闻一直存在 特别是从两人合作电视剧开始 为了让观众更加容易入戏 他们两个人的互动 可以说是所有CP粉的福音 甚至很多人都称 请所有企图炒CP的人 都向他们学习 两人无论是电视剧 还是宣传期的互动 都给足了观众看头 两个人在这部电视剧中 互动本身就是一对感情很深的情侣 而在剧外的互动 他们也非常尊重观众 大家都知道 现在炒CP很容易获得流量 但有的艺人又当又利 想要炒CP获得流量 但是又把自己的姿态摆得非常清高 比如凭借网剧 流利获得极高关注的诚意和原冰言 很多CP粉 因为诚意在宣传舞台上的 必嫌行为脱粉 而罗芸汐和白露两个人的互动 是非常得观众心意的 而且两个人都是很年轻的演员 在外形上看起来也非常般配 至少给很多观众的观感 是非常不错的 在他们看来 两个人就是谈了一场甜甜的恋爱 但是毕竟是角色需要 如果把这些感情投入在演员本人身上 就有点不必要了 罗芸汐本人被称为古装男神 她的古装扮相非常惊艳 但是没想到罗芸汐的现代装 也会有这么惊艳的效果 穿着简单的白衬衫搭配条纹马甲 这种学院风的穿搭 会让他们看起来更有少年感 精致的男生发型男演 她销售的五官 虽然瘦一点上镜好看 但罗芸汐确实瘦了太多 白露是这两年 比较受欢迎的新生戴小花 她的作品虽然不多 但几乎每一部都是合作比较当红的男艺人 而且几乎都是女主角 就是因为她的形象确实很符合一些电视剧的角色需要 简单的黑色内衣搭配破洞牛仔裤 可清新也可欲解范儿 最近罗芸汐白露主演的《长月静明》在热播 两人的爱搭也让不少网友又磕了起来 一段花絮在网上疯传 这段花絮就是罗芸汐和白露拍摄谈台镜 和夜西物大婚时的花絮 这段剧情其实挺烈的 白露饰演的夜西物 要攒够九颗灭魂丁 才能杀死魔神 灭了血骨 而这九颗灭魂丁必须要魔神谈台镜真心爱上夜西物之后 才能由灭魂猪类变出来 大婚之前 不步为营的夜西物 已经费尽心机地攒够了八颗 奈起着关键作用的第九颗灭魂丁 终于在大婚之夜 谈台镜深情地亲吻夜西物时 成功地变出来了 夜西物终于攒够了九颗灭魂丁 她双目元争 很下心把六颗灭魂丁相继定向了谈台镜的心脉 谈台镜痛不欲生 夜西物却咬牙切齿地说 谈台镜 我就是来杀你的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谈台镜口吐鲜血 悲伤却满含深情地望着夜西物绝望地说 可我还爱你 既然我的喜欢你不稀罕 那你就来尝尝我的恨 口是心非的两个人 相互口出恶言 谈台镜和夜西物正悲伤欲决地瞪着对方 随着导演一声铿锵有力的卡 这段表演终于成功过关了 但戏外的谈台镜罗芸汐 却迟迟都出不了戏 只见罗芸汐两眼视神呆呆地望着白鹿 嘴唇竟然不自觉地嘟了起来 真的好像一个爱而不得的丈夫 在新婚夜被老婆抛弃了一样 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新婚妻子的头 又和白鹿双手交握 互相安慰 之后还用手指小心翼翼地触碰了白鹿的手背 这副委屈的模样 真让人心疼 这段花絮让很多网友磕到飞起 纷纷喊话罗芸汐和白鹿 老罗你在主动点 你和白鹿在一起原地结婚吧 求求你们了 网友们都知道 在长月静明之前 罗芸汐和白鹿就曾一起合作过 半时蜜堂半时商 不过蜜堂里的吻戏可比 长月静明里激烈多了 次数和花样也多出许多 罗芸汐曾在 半时蜜堂半时商的一次采访中 提到过和白鹿的吻戏 他说他作为一个男演员 要和一个女演员拍这么多场吻戏 心里是有包袱的 他非常感谢白鹿的配合和理解 当时 他和白鹿刚开始拍的吻戏导演 不是很满意 觉得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然后白鹿连夜搜集了 许多韩剧的吻戏视频 给他发了过去 还对他说 罗老师你去学一学吧 看看人家是怎么亲的 罗芸汐看了那些视频之后 发现韩剧里的男演员 吻得很好看 柔情似水 满含感情 还很男人 他觉得很好 然后就学了起来 之后便开始突飞猛进了 白鹿也在这次采访中 笑着对罗芸汐说 那你应该十分感谢 我给你发的那些教学视频吧 罗芸汐点头称是 作为观众 看了半时蜜堂半时商的 拍摄花絮 你就会发现他们在片场非常欢乐 上一秒还情意绵绵地吻在一起 下一秒导演一声卡就飞快地分开了 而且白露魔性的哈哈哈哈声 还在片场不时地响起 所以 与其说他们有情侣般的感情与爱意 不如说是好友间的搞怪和笑闹 因为谁都知道爱情是小心翼翼的 一个男人如果真的爱一个女人 那么她的吻要么霸道 要么温柔 但本质上都是含情默默的 而女人因爱而吻实 她是羞涩的 如果男人和女人大大方方地吻在一起 却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的 在导演喊完卡之后迅速分开 之后还能继续谈笑风声 那就说明吻的人并没有动情 基本上就是属于演技范畴内的工作内容 是没有爱情的成分的 爱情 爱情 重在情 亲吻虽然是爱情的重要表达方式 但侧重点还是在于情与爱 而不是吻的动作有多么好看和激烈 罗云熙和白露亲吻了很多次 他们吻出真感情了吗 我认为他们的感情是真的 但是却和爱情无关 他们的关系扑朔迷离 引人瑕疵 但是仔细看过一些采访和花絮 还是能够总结出他们的相处状态的 他们比一般的朋友要亲密 但是距离爱情还很遥远 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用这八个字就可以形容了 那就是 有达以上 恋人未满 和他们最初的吻戏一样 终究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 大家觉得呢 你怎么看待罗云熙和白露之间的关系呢 你希望罗云熙和白露在一起吗